同样夏季也是台湾水果的盛产期间 不少餐厅将水果入菜 最近就有烘焙业者 把芒果、榴莲还有柠檬等水果 放入面包之中 推出夏日面包系列 另外也有业者抢供八八姐商机 利用覆盆子果酱和黑醋粒 制作出黑椒畅盘造型蛋糕 口味强调的是夏日微酸的清爽口感 榴莲加芋头泥包在面包里会是什么滋味 台中一间烘焙业者利用夏季水果推出了新口味 让消费者都整不住先来试吃尝鲜 其实没有想象中像水果一切开那种超级刺鼻的味道 它是做过烘焙之后 它的味道就是变得比较爽口很容易入口 它其实很绵密很香然后又很天然 再加上芋头的香味然后完美的融合在一起 然后让人想要一口接着一口吃 把这个果肉挖出来 那有加一些这个Prin Cheese 还有些砂糖 拌成一个这个内馅然后包在里面 就是怕一般消费者不能接受 所以我们就是因为整个都榴莲嘛 所以我们想说里面再加一些我们台湾的食材 测试到最后我们觉得这个芋头丁 我们整个研发团就吃起来就觉得芋头丁 芋头丁跟这个榴莲还蛮搭配的 榴莲跟鲜奶油融合一起再加入芋头增加香气 口感变得滑顺层次更加丰富 让榴莲味变得清香不浓郁 也让不喜欢榴莲的民众能够品尝 而另外除了面包之外 榴莲也跟芒果百香果混搭 在亭典师傅的丑手下变出了这一道榴莲旺反 因为新鲜水果要把它打成你 它的含水量跟含糖量会很不好去控制它 所以我们用白巧克力当为基底下去做 最上面这一层是一个百香果 百香果一个慕斯 我里面没有给它太多层的层次 就是基本的百香果跟榴莲 你一口也要去先吃到百香果的味道 强烈的味道 夏季水果成了增加面包口感的新选择 而当然也有业者脑筋冻的块 用在蛋糕上面 要产攻巴巴结的双鸡 像是这一款黑椒造型的蛋糕 就是用了覆盆子果酱跟黑醋力做成的 强调夏至果香的清爽 所以我用了一个雪茄 再配威士忌的部分 作为食材的一个主要的一个呈现的一个味道 对然后那个雪茄的部分呢 我是用分子料理的部分 做烟熏 去做一个巧克力的唱盘 做一个呈现 那蛋糕体的部分呢 是会有加入一个威士忌的香味的酒香气 去提炼出来 除了水果外 更取上了古巴雪茄的 本子料理手法寻致 让这款黑椒唱片蛋糕 或者烟草跟巧克力的成熟风味 要挑战爸爸们的尝鲜味蕾 这里让台中采访不到